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是一个农村姑娘,都完高中就外出打工了 在外面打拼了一些年,我攒了一些积蓄 后来就和自己朋友合伙创业 由于精英得当,赚了一些钱 没几年我就在城里买了房 之后便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当时老公刚大学毕业 我是通过朋友无意认识他的 当时老公长相不错,又有本科学历 我对他很有好感 后来我就主动追求他 没想到老公一口就答应了 我们谈了不到两年就结婚了 老公家里条件不太好 但想到我学历低,所以我就也没有挑剔什么 两个人就这样裸婚了 结婚那会儿我只要了一万块钱彩礼 在农村,婆家曹操摆了几桌酒 就算结婚了 当时我一心想着跟老公过擦实日子 所以也就没有计较过这些物质的东西 但我没想到我的低学历 却成为了婆婆不善待我的理由 因为我学历低,所以公婆一直看不起我 觉得我配不上他们的儿子 于是就对我板板刁难 甚至还强势住进了我的房子里 当时我和老公刚新婚一个月 爱与老公的面子我也不好赶走公婆 可没有想到他们这样一住就住了下来 直到养老,滥着不走了 公婆住进来后我真的浑身不舒服 婆婆正人强势,嘴巴又碎,说话尖酸刻薄 所以在家里她总是使唤我做各种家务 说儿媳妇娶回来就是为了伺候婆家人 所以每天公婆啥事都不干 哪怕我下班很晚,他们也坐着等我回来做饭 从不主动下厨做饭 我和老公结婚半年,公婆就开始催我们生孩子 可他们在家里我压力很大 压根就不敢要孩子 看我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婆婆就开始冷嘲热讽 说我是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还怂恿老公跟我离婚 这一切我都忍了下来 就因为我怕老公为难 可没想到有一天晚上我下班晚了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 可公婆还坐在客厅等着我做饭 我放下东西就下厨做了面条 没想到在吃的时候 婆婆一甩筷子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 说我好吃冷做 晚下班故意让他们饿肚子 最后面条一口都没吃 直接倒进了垃圾桶 我收拾完了之后 婆婆还逼着我端水给她洗脚 说这是今天对我的惩罚 我不肯 我又不是婆家的保姆 凭什么我累死累活地去上班 最后却要被婆婆如此刁难 可婆婆却非要逼着我去端水 伺候她洗脚 更可恶的是 老公就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只是冷眼旁观 没替我开口说一句话 最后我忍着火气把水端给婆婆 可婆婆还要我弯着腰 伺候她洗脚 我不肯老公还硬按着我的肩膀 非要我让我蹲下来 伺候婆婆洗脚 当时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肚子突然一痛 下身就有了血迹 这可把婆婆一家人吓着了 等把我送到医院后 我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但因为我身体虚弱本来就不稳 又经过婆婆这么一折腾 孩子也没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跟老公提出了离婚 婆婆听到我说孩子没了 顿时崩溃了 就坐在地上哭喊起来 我冷漠地对婆婆说 我要报警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另外你们俩母子 赶紧从我的房子里搬走 听到这 老公这才求着我原谅婆婆 说她也是无心之师 让我不要再追究了 我看着老公坚定跟她说 等我做完小月子 咱俩就离婚 这样冷艳旁观的老公 这样的婆家 不要也罢 他们这样一番折腾我 我要让他们人房两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